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呢,就是美国的大选呢,看来现在出现转机了 看来这个特朗普呢,又出现转机了,有可能会赢得大选了 他的心愿可能会达成了 他的什么心愿呢,就是呢,他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台湾问题上啊 香港问题上啊,南海问题上啊,台海问题上啊,东海问题上啊 一直对中国就进行挑衅,科技方面啊,这个网络方面啊 通信方面啊,一直对中国挑衅,就希望呢,把中国能够刺激起来 然后让中国呢,跟他打,然后让美国人民呢,看到 呀,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共同敌人来了 我们要团结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周围 要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现在呢,要大选,我们还要选川普 川普才能为我们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中国 那他这一连串的出了一系列的这些计策呢 没想到,这个中国呀,就是不中他的计 中国呢,就是不理他这茬儿,他也没办法 那他呢,要想去惹惹这个俄罗斯呢,他也不太敢 因为那俄罗斯说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武器 我不管你用什么武器,我不管你这个水里面 水底下浅的,水面上这个油的,还是空中飞的 对吧,我这些你有多先进,我都不管你,我也不怕你 我就是一概,我都是核弹伺候 所以呢,美国呢,就不大敢去惹这个俄罗斯 但是呢,现在天赐良机呀 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不知道哈 就是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白俄罗斯是他们的大选日 他这个大选的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结果出来呢,就是 就是现任总统 他叫罗卡申科 罗卡申科就以大比率的支持率 大比率的票数来再次当选 那这个完了以后呢 就有那些个反对派呢 他们就不干了 已经有一个礼拜了 不断的有人上街 就是不断,一直啊 一直有人呢,上街游行 那我看到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呢 说最高的时候上街游行呢 有20万人 但是我看那个法新社的报道呢 说最多的时候呢,是10万人 这两个数字呢,相差还是蛮大的 差出去10万呢 怎么差这么多呢 那我们不管他这个了 反正应该说 应该说是上万几万人上街游行了 那这个选举哈 哎呀 你说这选举能解决问题吗 选举说,哎,多数服从少数 愿赌服输,对吧 那你,我们就是选 谁得票多,谁就赢了 那你得票少 那你就下一次再来 但是事实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现实当中,谁要是当选的话 那对面就不服啊 对面就不服啊 那之前美国还有这样的吧 那现在川普呢 对于这个连任都就特别的在意 对不对 然后使各种的手段 那有人就开始担心说 川普如果说不能够获得连任的话 他会不会闹呢 他会不会不离开呢 这种担忧这个越来越甚 越来越多的人担忧这种情况的发生 毕竟美国呢 还这个建国这些年以来吧 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乱 这种乱 因为选举这种乱 他一直呢 是操弄别的国家 那这白俄罗斯呢 其实也有他们的影子 在这个白俄罗斯上个礼拜大选之前 之前一天 那白俄罗斯呢 他们还抓了一批美国人 抓了多少美国人就不知道 抓了一批反正是 那之前呢 再之前呢 他也抓了俄罗斯人 说这个白俄罗斯的大选呢 俄罗斯和美国都有在那里面插手 就各自呢 都有各自的势力 所以呢就会插手 那这个卢卡申科呢 在这个大选之前呢 就已经发誓说 就是不接受别的国家 来干预他们的大选 绝不手软 所以呢抓了好多人 抓了一千多人 其中呢有33个俄罗斯人 有一批美国人是多少呢 我没有看到具体数字的报道 那美国这一次呢 川普出现了一个强硬的川普 会不会发生内乱 因为这个选举的事情 现在真的是不好说 就连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都说了 如果说发生像 像这个因为选举两边 如果是意见特别特别的冲突 特别激烈的话呢 说美国的军队不会参与任何一边 但是谁知道啊 好这是美国啊 再说回到这个白俄罗斯的情况 那他已经连续一个礼拜了 有这么多人老是上街游行 那卢卡申科他的支持者呢 也有上街游行 都有的 但是呢他出动了这个 出动了这个警力啊 来戒备森严 让这两波呢不能遇上 这两边如果是遇上的话 就不得了了 虽然是赤膊 都不是没有什么武器 对不对 那如果是 那这个短兵相接的话呢 也会够呛了 就会出现大乱了 所以呢 这个卢卡申科呢 还是采取措施 但是现在呢 这个甭管是十万也好 二十万也好呢 持续一个礼拜了 如果再持续下去呢 就有可能失控 尤其是现在 北约 现在在俄罗斯的西部边界上 布置了一些军事力量 然后这个白俄罗斯呢 现在就害怕 他认为北约 现在要这个干预 白俄罗斯的内政了 那这个马克龙呢 他确实呢 他现在也是比较强硬 马克龙现在就出来说呢 呼吁这个欧盟啊 呼吁欧盟要支持 支持白俄罗斯的民众的 这种民主正义 你大选不是已经民主了吗 然后呢 要支持他们 支持他们这种自由民主 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的这个行为 或者行动 一定要支持他们 号召欧盟来这个 所以呢 现在 现在呢 所以呢 就是白俄罗斯呢 就非常非常的担心 像波兰呢 乌克兰呢 这些国家呢 也建议白俄罗斯说 你能不能重新选举 然后这个白俄罗斯 这个 卢卡申科就说呢 这个事情哈 不是说重新选举 能够解决的问题 你重新选举 还是这个结果 仍然是不服 难道说没完没了吗 一直要选出来一个 他们满意的一个结果 他们下台了 我下台了 他们就满意了 这样就叫民主了 就叫自由了 只要是 不是他们想要的 就不是民主 不是自由 不能灌着毛病 对吧 所以呢 卢卡申科就把这个 就否了 不能 不能 就一定要坚持 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美国现在呢 也跳出来了 美国就跳出来说 现在他要跟 他要跟这个欧盟进行 磋商 想商量一下 白俄罗斯这个问题呢 如何来解决 那现在呢 等于说 北约呀 这个法国呀 欧盟啊 现在都在这个出面 都在出面 还有美国呀 都在这个发声 都想参与这件事情 之前其实 他们就有参与这件事情 他们的大选 他老是去参与 人家别的国家的大选 乌克兰那会儿 对吧 乌克兰那个 那个闹的 那个 张McKinn 已经死掉了 那个原来和 张McKinn和 欧巴马 张McKinn和欧巴马 一块竞选的 那个现在已经死掉了 那个 那个议员 参议员 他曾经就到了 乌克兰的那个广场上啊 就 去了人家广场上 那些示威的群众 那干什么说 跟他们在一起 支持他们呀 对吧 这是典型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干涉人家的内政嘛 那现在呢 就是这种情势之下呢 俄罗斯是非常害怕嘛 昨天的时候 俄罗斯的 不是 白俄罗斯的 这个 卢卡申科呢 就和普京通了一个电话 说我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普京就表示了 普京就说呢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呢 有协议 他们是盟国 如果白俄罗斯遭到了外部势力的 外部势力的这个 面对外部势力的时候 面对外部势力的压力的时候呢 俄罗斯可以出兵帮助白俄罗斯的 所以现在呢 俄罗斯就有可能 如果事态在进一步发展的话 假如说美国派出这个参议员 或者是法国派出什么参议员 到人家这些示威群众当中去了的话 那这个俄罗斯呢 就会派兵 派军事力量来干预 那如果俄罗斯派军事力量来干预的话呢 那北约不属在白俄罗斯旁边的那些军事力量 就会马上就会进来 对吧 那到那时候就有可能麻烦了 就会发生一个 不发生一个世界大战呢 就发生一个局部战争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岂不是这个川建国同志的心愿就达成了吗 他一直想搞一个对吧 搞一个战争起来 然后呢 他好告诉全国人民现在说 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挑战 有一个敌人 对吧 我们要去保卫和平 维护和平 然后说好 就去打参与这个战争 然后国内的矛盾 国民的注意力 不就转移了吗 川建国同志就达成了这个心愿 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的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真的是 这个多国的战争是一触即发呀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